大家好,我是Karenz,38歲,是個繪師 大家好,我是VOFAN,住在桃園,比Karenz的年紀稍微大一點點而已 我最近都在忙著帶小孩,因為小朋友放寒假了 我昨天才一個人帶三個出去玩 然後我平常是十二點起床的人 但是七點半起床的人 就被叫醒來去工作 但工作不是畫圖 這也是我的煩惱 我跟Karenz一樣,就是為了小孩子而煩惱 那他最近也是放寒假 現在剛開學而已 剛開學我就覺得解脫了 那其他就是一樣,就是插畫工作 小孩帶小孩,插畫帶小孩,這樣子一直巡迴 AIの畫力がまずすごいと思いました 私もAIプログラムでイメージをいくつか作ってみ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驚くほどの表現力でした ただ今のAIのプログラムだと何でもいいから クオリティ高くはできるんですけど 自分が想像するイメージをそのまま表現することは まだ難しいなとは思いました 現在としては私は 著作権問題がクリアしない限りは AIプログラムを利用する計画はございません 我現在的感覺 像是動畫灌籃高手 我投這個球 然後他現在正在停在空中 大概還有四集要跑 他的時間很長,然後我現在不知道他要落到哪裡去 然後我只能這樣坐在旁邊看 他不知道會是 我們這個行業會被AI毀滅嗎 還是說這個AI會變成輔助呢 然後有一部分的行業 有一部分的工作被這東西取代 或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可能是我們的 這件事情讓更多人想要接觸繪畫 因為AI做出來的東西 最終你想要做一些改動的時候 你得動手去弄 所以他可能有三個路線 但我沒辦法預測 我只是覺得這三個路線 我可能要有一些隨之而去相應的做法 先想好我會怎麼做 然後等事情真的到來時 再調整 可憐此不愧是 非常有戰略的那個頭腦 就是他想到的是 下一步要怎麼走 那我自己的話 其實我想的很單純 因為這種 我覺得 對創作者來說 AI是一個結果 所以他基本上過程 我們是 無法藉由AI來獲得樂趣 那我覺得對創作者來說 過程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畫圖不只是一個工作 而是我們在運用腦袋的時候 還有你的技法的時候 各式各樣的條件之下 你會獲得一個樂趣 對那如果我用AI以後 我會覺得我自己 好像是一個老闆 然後叫員工去畫畫那種感覺 那我自己就完全沒有辦法獲得樂趣 雖然員工畫得超級好 可是那終究不是我自己 在動筆的時候獲得樂趣 所以我對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矛盾 就是我看他的作品是非常厲害 但是如果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的話 就算會輸給AI 我還是不會想用AI 對那如果對我為人 會來畫畫 就一定要用到很多AI的話 那我可能就轉好 去做別的事情 我可能問一個有一點趣味的問題 就是因為AI它有那個資料庫 那阿米亞式的圖 其實常常被資料庫拿去用 那請問他自己對AI產出很多 我長得像他的圖有什麼看法 正直說我是不會覺得 非常好 我自行的許可 我沒有許可 因為我沒有許可 我沒有許可 所以我沒有許可 但是我沒有許可 我現在的流程 我只想要這麼說 那我沒有許可 所以我沒有許可 所以她沒有許可 所以我沒有許可 所以我沒有許可 我認為 我無法 只能看屏幕只能看屏幕 你想要轉什麼行啊? 嗯... 要不然就攝影師,要不然就是做卵裝的 對 但是... 布帆先生、クレンズ先生 那... AI 也有很多人都要畫藝術的畫面 所以... 那... 絵を辞めたら何をする? 私にとってはもう存在しない世界観の話ですね 我想順著Vofen的問題問Emi老師是 AI 有把它當作資料庫嗎? 我們剛剛問的是 作為一個被AI取為資料庫的畫家 他什麼感想? 但是我其實好奇是 有很多喜歡Emi老師的那些小畫手 他們其實就是模仿Emi老師的畫法 那... 呃... 對於這件事情Emi老師 如果有機會的話會想對 對於喜歡他的作品 然後學他畫法的那些正在學習的繪師們 有什麼想說的? 啊... そうですね 結局 AIが学習するのと 人間が学習するのと そんな結果的に違わないところも あるかもしれ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でも 相手がAIじゃなくて人間だと やっぱり憧れの気持ちを強く感じるんですよね それで自分の絵柄を真似している人をいっぱい見ても 怒りよりはやっぱりありがたさ 感謝の気持ちを感じてしまうので そういったイラストレーターさんたちに対しては 嬉しいです はい そうだ AIが生まれることで AIの方が画力が上手いから これから始めるイラストレーターやろうとしている 新人にとっては すごい 何だろう ハードルが高く感じるのも やっぱりそういう問題もあって それでイラストレーターなるのをやめるみたいな 新人に対して 何か助言できるものってありますか? 私たちは未来 風格は非常重要で一回 以往 我們在会話的時候 可能是 譬如說 骨架 透視 這些東西 先放所重 在這邊 初学者 未来 一開始 想要走這行的時候 就跟他說 你必須要在 做這種基礎的時候 就同時去 思考自己未来的風格 風格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 風格這個東西 會是一個 唯一能夠跟AI的細緻度 這方面抗衡的一種 東西 那也就是說 你一邊畫 就要一邊想 就是 有什麼風格能夠突出 能夠不一樣 而且完全展現自我 那 拼細緻度 其實我覺得那是已經 有一種難以超越的感覺 畢竟AI幾秒鐘 就可以拼出 一個很誇張的細緻度 未來一定會更細 人類可能要放棄細緻度 這方面的比拼 他現在會把一個已經 存在的現象做得更 M型化 就是已經有標準存在的 明確的範圍存在的那種 畫法的東西 AI會越算越精緻 越算越快 就跟我們剛剛說的 他有一個 寫實是一個很明確的範圍 比較有可能是 像Bofen說的 跟現在一樣 你其實你要讓大家記住 你是需要有特殊的視覺符號 就你要做出差異化 如何在你的題材 在你的表現的畫法 表現的方式 不是人家已經定義好 就是寫實要這樣的比例 才是好的 而是你自己定義了一種 你定義一個畫面的表現方式 這件事情上面著手 我才能夠畫得出來 而且我要先把這東西做出來 事後AI跟上我 把我作為一個資料庫 這樣子你可以先取得 你品牌的位置 當AI去算你這東西的時候 他的說法就是 這個是AI學某某某畫的 而不是說這是AI化的 因為AI化現在有一個流派 是已存在的那種風格的 很明顯的那種狀態 我覺得可能突破口是這個 但這個位置很少 那就是剛剛講的一樣 到底他現在最後會發展的什麼樣 我現在心裡沒有太多的底 先ほど コファン先生と クレンズ先生の 話をいただいて 自分も思ったのが やっぱり 自己表現が大事だな と思いました 時代が変わることによって 不安になることも ある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 自分が何を伝えたいか がはっきりしていれば 変わっていく環境の中でも 適切に対処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自分もAI時代を前にして すごい気持ち的に 怖いところも正直あったし 何をどうしたらいいか 分からないところも あ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2人の先生の ご意見を聞いて 考えがまとまったような 気がします 海外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た 経験がいくつかあって 色々あるんですけど その中では 昔 ドイツの ドコミという イベントがあって そこに行って イベントを楽しんだことが あります そこに行って いわゆるオタク文化というのが アジア圏だけのものじゃなくて 世界中の色んな人が いっぱい楽しんでいる文化であることを 改めて気づく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また今回の 台湾での個展も 私にとっては 海外のイベントになりますので すごい貴重な経験として すごい新しい経験がいっぱい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やっぱり台湾には 画力が上手い人が いっぱいいることに気づいて すごい尊い気持ちと 私このままで大丈夫なのかなって ちょっと思ってます 我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 在参加活動這個部分 就是 他很像 玩游戯 一樣 你在沒有任何情報的情況下 那你首先要先知道 海外的活動 怎麼報名 報名之後 你要去想 我要怎麼去處理 當地的貨物 然後我到當地的時候 我的行程怎麼做 它是一個 在創作以外 你很像在人生打遊戲的那種 一個關卡 你必須解決很多很多很多的問題 包含了 我們曾經有寄貨到當地 結果我寄 我本來應該寄空運 但是我填成海運了 所以我到了當地 要一個月後貨才會到 所以只要緊急 緊急去 去想辦法再生出產品來的過程 在 每一個 每一次的那種 報名 在陌生的場地 你都要經歷這種 蒐集情報的過程 這個很有趣 就是一個 現實打遊戲那種感覺 第二個就是 到了 每個地方 你都可能會有跟 當地的創作者交流 那它也就像是 玩遊戲一樣 你開了一個新的地圖的情報 然後大家會跟你講說 這裡有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你可能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是我介紹你誰 同時你會在當地 也會遇到就是 現場來購買你的商品 購買你的作品的這些 讀者 這些讀者也會 給你一個感受是 原來你的東西在不同的地方 也行得通 也有人在看著你 這跟在 純粹在網路上時 它稍微有點不一樣 就是當下有人跟你說 他真的很喜歡你作品 他的熱情會感染你 讓你更有一些動力 我做的這些事情 有人看見的那種感覺 就是我自己在 很多的海外活動的 我覺得這幾件事 是綜合起來 每個地方都有這樣的情況 是印象最深的 我自己也有幾次 去參加海外的那種 受邀去海外簽名 那 我有去過美國 很多次 還有日本 然後還有新加坡 還有馬來西亞 那我印象深刻的是 美國的活動 因為美國很大 那他們活動的時候 都會有 從很多地方坐飛機 特地去參加那個活動 然後會住在那裡 幾個晚上的 然後他們的活動 很有趣就是 因為 他們都既然已經坐飛機 到那個地方參加活動 他們會把那個活動 排得滿滿滿 就是說 他們從早到半夜 三四點四五點 到早上都有活動 就是有可能半夜 還有人在唱卡OK 或者打那個桌遊 什麼的 那時候我就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哇 一個超大空間 然後從早上到晚上 然後連續三四天 然後二四小時都有活動 對 而且同時會有 好幾場演講在不同的地方 對 那時候就會覺得 哇不愧是美國 果然是地大物博的地方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 去海外參加活動的時候 就像柯仁茨說的 就是不同的風土民情 你就會覺得 欸這個 雖然我完全聽柯仲在講什麼 可是跳過翻譯 你也知道 你可以知道他 非常喜歡你的作品 而且 除非你的作品 已經影響到他的人生 像我以前遇到有幾個 他會說 因為他 他看了我的作品 所以 他有繼續活下去的動力之類 然後那時候就 有點受寵若驚 對 但是那是一個 有可能是國外的那個 歐美他們都比較熱情 他們會說的比較 讓你覺得很振奮 但是也是讓你 讓我覺得就是 非常有畫圖的一個動力 那時候我就在想 雖然我整天都在家 但是 有時候出來 看那個 大家的反饋啊 可以讓自己的那個 畫圖更有動力 這樣子 對 對 中文先生とクレンジ先生がおっしゃった通りに 海外のイベントを参加する時には 自分が直接その国に行って イベントに参加することになるので その国の言葉やイベントの楽しみ方について 勉強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ただお仕事を海外 日本ではない国からもらう場合は 正直言って仕事先が日本だった頃と そんな変わらなかった気がして メールでやり取りして しかも日本語で イラストを描くこと自体は全然変わらないので それがイベントを参加するときと お仕事するときの違いだと思います 我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想要問他 像克林子老師和艾蜜老師 在大不同国家旅行或者是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念頭是想要去那个地方的什么地方呢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想要去 什么店还是什么的 そうですね でもまずは本当に観光客気分になってしまうので イラストレーターとして何々が見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よりは やっぱり何もかもいいから 有名な場所から行きたいという気持ちが先です 我通常都是書店跟宅店 我只会去看这两个地方 我自己的话通常是三个地方 一個是咖啡店 一個是書店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废墟 我是一个很喜欢做功课的人 就是我在去之前好几个月我就开始看 地图上有我要去的地方 有没有这三个地方 但時間不够的话就挑最最经典的 这样子 そうですね でも基本的にはその国の方々の考え方を理解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一番有名な場所に先に行きたいというのが やっぱり観光客の気持ちでそこに行って こういう場所があるから こういう行き方があるから こういう絵ができているんだ ということを理解したいんですよね 我自己是那種很喜歡挑战新東西的人 像我自己平常就除了画画以外 一直有拍照 然後最近也有做了那個クレーンズ的工作室 工作室的那個布置 就是現在這個背景 然後最近我想 我開始去學那個Live2D 因為覺得這個東西算是蠻有趣的 而且以前學的東西像Photoshop 還是動畫 也都可以用得上 我其實我具體上 想要Live2D來幹嘛呢 是要用來做YouTuberP呢 還是要做動圖 我其實沒有 腦中沒有想法 我只是覺得這個東西好像蠻有趣的 對然後就去學學看 那說不定之後會用Live2D 可以做一點什麼東西出來 不一定 今までの自分のイラストって 割と見た目に偏って イラストを描いてたことが多くて 可愛いイメージだったり 綺麗なイメージにこだわってたんですね でもこれからは 比較具体的内容を込めて 物語を伝え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我最近的話 再做一個新的流程 就是我之前的作畫流程 我又再把它換另外一種做法 試試看能不能完成 它有點難形容 比較像是我先畫了一個模型 就是一個石膏模型 然後我再去給石膏模型上色 把色彩的步驟跟模型打光的步驟把它拆開來 對那這個流程測試 就是我們在我們團隊內部 現在正在做內部測試 大家能不能都用這一套 然後用這一套有什麼感覺 所以就是在流程跟製程上面 我做一些調整去玩這個變化 對 好那我們謝謝叉蕙老師的分享 請大家叉蕙老師跟大家最後一套活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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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